宜蘭還有家必吃的就是60年的魚羹老店 店家是用鯊魚肉做成魚漿 而且不同於傳統我們常看到不規則形狀的魚羹 這個魚羹是先做成面條狀 再切成方便入口的斷狀 而且它的湯頭浓而不膩 在地人可以說是從小吃到大 原本在基隆野街叫賣的魚丸魚羹 因為戰亂最後在宜蘭礁溜角 一邊攪動著玻璃的魚羹 一邊回想起過世的父親 他是老店的第二代林姓柱 以前有人工 以前有一個人工做的 做不到 現在都會生體 現在我做主業病 這隻鞭鞭鞭 都覺得我沒感覺做的 因為我們現在用鞭鞭鞭 要這樣做 我們要燙幾十年 那些糕一樣 沒有 就是很多 可以 考量時間體力 現在店裡的魚羹 都已經改由自己代勞 可是因為老店的第三代 該接手的品質 林友祥沒有鬆懸 這個魚羹 我們特別早上到市場 市場去進製挑選 因为杀鱼浆的话 你没有吃进去挑选的话 它会给你有些商家 它会给你混一点别的鱼种下去 这样吃起来鱼浆嚼劲就不一样 然后口味也会擦掉 不同于传统根类呈现部位则状 从机器缓缓流下的鱼浆 软如面条般 也让林雍香回想起阿公当年的创意 阿公的时代 因为没有机器在做 所以阿公是用牛奶罐 牛奶罐下面打洞 打洞之后放在肚子这边 把一个挤压器就放在木饼 就放在肚子这边 用肚子的力量直接这样挤压 下这个热水 下热水滚了之后 挤出来就一条一条 面条般的鱼浆起锅切断 吹凉冷汤增加Q度 搭配有整满满好料 浓而不遇的跟汤汤喉 生了许多浇西异乡油脂 口中难忘的假香味 很久的 我们是很吃汤 二三十年 他们应该不只看 从我爸爸那一代 他们就开始有在这边吃了 鱼羹他们的很实在的鱼肉 从鱼浆的 还有那个甜不辣 跟那个欧烈那个也很好吃 对 而且它味道很独特 跟外面的 外面的那个地方 都湿不到这种味道 对 也很在地的味道 像我妹妹他们在外地啊 都会专程 你回来都会专程在这边买 我做小孩 因为阿公吃得大 又是酒鱼 那是很好吃的 我吃得大 吃得很痛苦 不只是从小吃到老 老板自豪地说 还有客人天天报到 不客前来还可以到假 客人都熟了嘛 有时候甚至 有时候像他们客人 他们如果要出国啊 或者要出去玩啊 有的会 都会跟我们请个假 连客人都会跟我们请假 都好像说 我们要去哪里玩啊 好 这几天不来吃 客人都熟到已经变成这样 好像自己人一样 这首老店十六年 和老顾客早已经和老朋友般熟悉 而零用相维持住 不跟好滋味的同时 还在多年前开发了新产品 黄金蛋 有一次在煮蛋的过程 刚好是晚上煮的 煮到快要熟的时候 只有刚好没有瓦斯了 你到九点或十点了 你叫不到瓦斯了 所以就快要熟 就把它当成已经熟了 就把它头皮硬硬 就把它下去试试看 结果在煮蛋的过程觉得很软 有会怕这客人没办法接受 觉得说不错啊 蛮壮心的 因为我们便当的蛋 都是干干的 无锡插流的黄金蛋 意外大受好评 贩卖了多年的油豆腐 和酷仔肉 同样堪称是鱼根的必达美味 而接手老店多年 永远商的改变 还不止一次 就是说把店里面的流程 做顺一点 店面 把它整理的 稍微再学一点 门面的样子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亲切感 亲切感做大一派的话 你来自面比较不会 就是老板不能反着脸 笑一点惺人 一碗热成城的鱼根 宜兰郊溪飘香一甲子 对邻家人来说 是祖团三代的滋味 对在地人来说 则是无可取代的家乡味 放迹 对邻家人来说 你打开 我们也能够 对邻家人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